各位朋友大家好 关于《立歌行》这部剧的历史背景,在上一集中我们已经谈到 就是发生在贞观初年的太子李承前的毛反案 这起毛反案呢,裹挟了很多的当时有名的历史人物 这些历史人物在剧中呢也都有体现 虽然说名字做了一些更改 比如说剧中的韩王,就是那个胖乎乎娶了圣家女儿的那位王子 历史原型呢应该就是魏王李太,太子就是李承前 另外还有剧中的周王,历史原型应该就是吴王李克 他的生生母亲燕妃,历史原型应该是杨妃 这个杨妃并不是李元吉的那个巢次王妃 而是隋扬帝的女儿 曹寺王妃在李世民的宫中呢并没有什么名分 而这位杨妃却是实打实的王妃 除了这些人以外,剧中的主要人物更多的集中在两大家族之中 一大家族呢是陆家,家主在剧中叫陆云己 他的历史原型其实就是侯军籍 关于这个侯军籍在我以前的那期玄武门兵变的视频节目中做了很多的介绍 对他个性的特点也做了一番分析 他可以说是在玄武门兵变中是一位关键先生 关于侯军籍的故事呢还有很多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跟大家慢慢的聊 今天呢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家族的那些人物 另外这个家族在剧中姓盛 实际上他的历史原型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程耀金、程甲 程耀金在剧中的名字变成了盛肖靖 他的长子也就是剧中的男主人公 历史上呢叫程处墨 在剧中变成了盛楚墨 我印象中原作就是那时候还叫大唐儿女行的时候呢 剧中的名字跟历史上的名字是一致的 但是后来为什么变成了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名字 我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大家也知道我已经不混仕途了 其实啊在历史上程耀金这个名字呢 也不见于正史 只是在一些戏剧评书小说中出现 程耀金这个人在历史上叫程之杰 他和我们印象中的那位混世魔王 只会三板斧的程耀金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比如说他并不是范思延出身 历史上的程之杰是出生于山东的东厄 他的父亲曾经做过颖州的刺史 祖父呢曾经做过北齐的司马 所以说他是一个妥妥的官二代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 各路义军是纷纷崛起 这些所谓的义军呢 实际上不义的事做的比义的事要多得多 经常是四处的打家劫舍 所以呢 为了保护义方的平安 当时已经长大成人 而且武艺纯熟的程之杰就拉起了自己家乡的一支队伍 也算是成立了一支义军 主要是保护自己的乡里 后来程之杰就带着这支队伍加入了瓦岗寨 李密执掌瓦岗寨的时候呢 成立了一支票器军 总共是八千人 由四位将军统侠 每个将军统侠两千人 而程之杰就是这四个将军之一 由此可见在瓦岗寨中 他的武力支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史书上记载的程之杰最早的高光时刻 是发生在李密跟王世冲决战的那场战役中 当时是王世冲首先派兵偷袭善雄信的部队 李密就命令程之杰和裴行眼带兵持援 这位裴行眼就是在我以前的风起泥伤的视频节目中 介绍的那位裴行俭的大哥 隋末仲臣裴仁鸡的长子 这时候裴仁鸡和裴行眼已经投奔了瓦岗寨 顺便说一下裴行眼也是在后世的隋唐演义和评书中出现的那位 隋唐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的历史原型 不过这时候的这位隋唐第三条好汉在驰援的途中遇到了王世冲部队的阻击 他自己也中箭落马 命悬一现 这时候的程之杰本来已经杀出了重围 但是他看到裴行眼落马 又反身杀了回去 从地上抄起了裴行眼 两个人同称一计向外冲杀 但是毕竟是一匹马要驮两位重甲之人 所以王世冲的追兵很快就把他们围上了 在厮杀中 一名敌将的朔就洞穿了程之杰的腹部 程之杰当时是大吼一声转身裂折齐朔 随即力斩伤他的那位敌将于马下 当时他这一战神般的举动可以说是震慑敌胆 敌军是再也不敢追得太近 这样他和裴行俭才算是逃出了升天 我刚才说的这一段呢 都是出自于正史 在资质通鉴和旧堂书中都有类似的记载 都提到了当时程之杰是被朔刺穿以后 他回身折断了那只朔 然后又杀死了莱迪 有时候啊 我这人呢有点较真 我就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 本来这只朔刺穿他的应该不是什么重要部位 否则他可能已经落马了 但是如果他用大的力气去折断这把朔的话 那这只朔在他身体内的那部分 不管是朔头还是朔杆 肯定会因为撞击而发生未知的移动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伤及内脏的重要器官 本来明明是他杀 这一下就变成自杀了 就是运气好不至于死 那也是由工伤变成自残了 反正经这么一折腾 人寿保险和工伤保险 肯定是领不到了 我说这段的时候 我都觉得肚子有点疼 不过后来啊 我想一想也就释然了 也许是当时他在战场之上 战场之上那时候肾上腺素一定分泌的非常旺盛 这时候人们往往能够激发中自己最大的潜力 而这些潜力是你在平时无法想象的 这时候啊我突然脑洞打开 有一个想法凭空产生 这个想法如果能够很好的实施下去的话 我相信能够大幅度的提高各项体育运动的成绩 我先说说我的这个想法是从哪来的吧 小的时候啊家里头都没有电视机 不光是我们家没有 大部分的家里的人都没电视机 我父亲工作单位呢离我们家很近 他那地方有一部电视机 那时候对电视节目充满了好奇 所以呢每天晚上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就约好了 偷偷的翻过围墙到那个礼堂里面去看电视 但是时间一长就被我父亲单位的保卫处人注意到了 这些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呢大部分都是退伍军人出身 很懂得兵法 所以在我们翻墙进入这单位的时候呢 他们并不出动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方法 等我们已经走进去一段距离以后 他们才突然的出现冲向我们 一边挥舞着手电 一边打声吆喝着 当时我们唯一的退路就是翻过去 刚才翻过来的那堵墙 可是那堵墙 我们进来的时候要费很大的劲才能翻过去 我相信这些保卫人员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他们并没有在围墙边上设伏 因为他们笃定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翻过这堵墙 但是啊他们想错了 他们低估了人在危机关头所迸发出来的那个巨大的潜力 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一个一个都不约而同的急速的冲向了墙边 然后手脚并用的攀上墙翻越而过 就那个速度啊很像现在流行的跑酷 这段小时候的经历让我相信人的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 如果我们能够激发出这种潜力 那么达到的效果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 同样在竞技体育方面 我认为也可以采用这种激发潜力的方法来提高运动成绩 比如说现在男子百米的世界记录好像是博尔特保持的9秒无几 有人说呢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已经是很快了 但是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 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 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使用这种方法 就是在百米决赛的跑道上 每条跑道的每个运动员后面放一只饿了几天的猎豹 然后等到枪声一响 运动员在前面跑猎豹就在后面追 如果博尔特也参加这样的比赛的话 我相信跑进7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而且如果以后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那么我想以后就不用花这么多心血在训练运动员这方面了 只要训练猎豹就可以了 只要猎豹跑的越来越快运动员一定会跑的越来越快 不光是短跑适用于这种方法 长跑也可以 比如说马拉松比赛 可以让选手们每人背一个刚下出来的鸵鸟蛋 然后呢让母鸵鸟在运动员身后发令枪一响 运动员就抱着或者背着鸵鸟蛋在前面跑 母鸵鸟肯定会在后面追 据说鸵鸟是非常善于长距离的奔跑的 相信有了鸵鸟的追逐运动员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特别快 还有跳高跳远比赛 特别是跳远 据说那个鲍威尔创造的8米多的世界记录 20多年了都没有人打破过 我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太丢全人类的脸 所以呢我看也不妨采用这个方法 还是让运动员在前面 然后后面呢放一种动物 倒也不见得非要是猎豹 不用跑的这么快 关键只要是能够跑又能够咬就可以 运动员在助跑一段距离以后呢 前面的设置一条河 最好是那种水流特别湍急的 河中呢最好放几十条史前巨鳄 所谓的史前巨鳄指的就是这些家伙从史前到现在 都还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呢 巨鳄特别的饿 运动员通过一段助跑以后要腾弓飞起 飞过这条宽至少十米的河流 飞过去了你就是胜利者可以进入下一轮比赛 如果没飞过去的话 那就说明你的奥运梦要结束了 而且不光是奥运梦要结束了 什么梦都结束了 而且他本人将来也只能活在别人的梦里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怎么样 是不是可行啊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公开宣布 朋友们中的哪位在国际奥委会中有熟人的 可以向他们推荐一下 但是呢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 我主要是担心全世界的运动员都会来感谢我 这样我可能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确实不好意思啊 说了这么多的题外话 我想再强调一次 这个频道呢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频道 并不是什么脱口秀节目 好了 咱们回到主题 继续来说这位程之杰、程咬金 这次李密跟王世冲的这场决战 最后的结果是王世冲获得了全胜 李密后来就投奔了大唐 归顺了李渊 而成之杰、秦书宝、陪仁姬、陪行眼、善雄信等一干大将 就都归顺了王世冲 王世冲呢也还算是一个爱才之人 对这些勇武的大将还是非常的看重 对他们呢还算是非常的不错 顺便说一下这个王世冲呢 他并不是汉人 他原姓芝是西域的胡人 他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个中原的王姓 于是他就改姓了王 他是在中原长大的 所以对中原的经书、历法、各方面都是非常的熟悉 本人呢又是非常的狡诈 隋阳帝阳广西巡的时候在燕门关被围 王世冲带兵去救 这一路上王世冲每天是睡在草席之上 每日是痛哭流涕 担心隋阳帝的安危 后来隋阳帝知道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忠臣 就对他开始加以重用 从此王世冲开始飞黄腾达 这样的人程之杰是绝对看不上 程之杰看不上他 一来是因为觉得他气度浅暇 难成大气 二来呢就是因为王世冲这个人呢 他是个画牢 每次上朝的时候啊 总是见他在不停的说 一个话题他能引申出无数个话题 自己在那里来回的说 大话修理那个婆婆妈妈的 唐僧和王世冲相比 不过就是一只沉默的羔羊 中国古人呢一直讲究君子要乐于言而敏于行 巧言乱得巧言令色都是不可取的 据说有一次 孔子去周朝的太庙去参观 看到太庙的右台阶下矗立着一尊金人 就是用铜住的人 这个金人的嘴巴上被布条缠了三道 把嘴封得严严的 在背后还写了这么一行字 叫无多言多言必败 无多事多事必多患 大家知道有一句成语叫三间其口 就是由此而来 除了这尊金人以外还有一个识人 这个识人跟金人不一样 他是双手张开 做的是侃侃而弹撞 这句塑像呢是要告诉人们要仗义直言 说该说的话做当做的事情 他背后也刻着一行字叫无少言无少事 站在旁边的还有一尊玉人 是绿衣打扮 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 所谓的温润如玉 就是告诉大家要控制自身的欲念 修身养性 对外界的事物要淡然处之 我想这可能是代表着一种境界吧 这三座塑像 识人金人和玉人 从才智上来说 无疑这个玉人是最高的 这可能也就代表着古人对玉人这种思想境界的想往和追求 和承之杰一起归顺王世冲的秦书宝 对王世冲的这些言行举止也是非常的厌恶 所以后来他和承之杰就达成了一致 他们准备投奔当时已经称帝的李渊 再后来李世民率军讨伐王世冲 在两军对垒的时候呢 承之杰跟秦淑宝就来了一个镇前起义 两个人骑着马走到了王世冲面前 下了马以后对王世冲拱拱手 说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感谢你的一片深情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我们在一起不合适 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更加爱你的人 说完这些话 两个人扭过头捂着耳朵就跑了 就这样 承之杰和秦书宝就投奔到了李世民的帐下 再之后随着李世民东征西逃屡立战功 再说这个王世冲后来兵败被俘以后 虽然被李渊赦免 只把他流放到了四川 但是在路上就被他的仇人所杀 他还有一个侄子 大家可能有点印象 就是以前有一部李廉杰主演的《少林寺》 里面那个大反派叫王仁泽 他是王世冲的侄子 这个王仁泽兵败以后 确实被少林寺的棍增所服献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为这事还专门颁布了一部诏书 对少林寺进行褒奖 至于说少林寺十三棍僧救秦王李世民 这个说法呢 是没有什么历史依据的 李世民嘉奖少林寺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王仁泽 在玄武门兵变之前 李建成就刻意的用金钱官位来诱惑成之杰 希望他能改换阵营 但是成之杰是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 李建成就把他调出了长安 到康州这么一个地方去担任刺使 成之杰临走的时候 跟李世民说 说现在李建成把你的羽翼手脚都砍断了 下一步就是要对付你了 请秦王早做打算 后来玄武门兵变 程耀金在之前也遣回了长安 直接参与了玄武门兵变 兵变以后论功行赏 成之杰被封为卢国公 凌延阁的二十次功臣中 成之杰排位第十九 唐太宗李世民对成之杰一直是非常的信任 就是在他临终的最后一刻 他还给成之杰下了一道旨意 让他现在马上去左延门外宿位 一守就要守百日之九 这个左延名门就是当时的太子李治回朝李世的地方 李世民如此安排 就是担心他驾崩以后会有其他的皇子前来夺权 所以让成之杰在宫门外守候 成之杰是他非常信任的人 就这样成之杰在左延名门外一守就守了一百多天 如果说唐太宗李世民的门神是玉池靖德和秦书宝的话 那么唐高宗李治的门神无疑就是成之杰 成之杰这人呢是一个将才 而且是忠心耿耿 但是他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帅才 在唐高宗执政的显庆年间 第一次任命成之杰为葱山道行军大主管 让他统兵去征讨当时西图爵的阿什纳赫鲁 这也是成之杰第一次做义军的统帅 这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已经没有往日的锐气 这一次唐高宗还指派了一个叫王温度的做他的副将 前锋就是后来的名将苏定芳 结果王温度假传圣旨压制成之杰 成之杰处处听命于这个王温度 完全丧失了义军统帅的权威 后来不仅因为行军迟缓导致无功而返 而且还因为滥杀投强的胡人以及劫掠城中的百姓 被御史台揍了一本 王温度因假传圣旨被罢关 成之杰也被罢了关 唯独苏定芳因为在此次征战中的卓越战功而得到了晋升 按说假传圣旨导致大军无功而返 这样个罪名的话处死王温度都不为过 但是唐高宗李治只是对他罢关了事 而且没过多久就把他重新启用 还委派给他了一个重要的职务 就是去朝鲜半岛的百姬担任那里的第一任总督 结果可能是王温度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到了百姬以后那边正好发生叛乱 王温度又急又病 到了百姬就病死了 所以后来唐高宗李治又派了另外一个官员到了百姬 这个人就叫刘仁鬼 后来他联合新罗 在白江口一举击败了日本和百姬联军 这就是中日之间爆发的第一场大战 白江口大战 刘仁鬼因为此战而名垂千古 本来这个机会应该是王温度的 不过他没有这个福气也没有这个本事 成之节被罢官以后的第二年 唐高宗李治就任命苏定芳为主帅 再一次征讨西突厥 这一次阿什纳赫鲁是再劫难逃了 从此唐朝又征服了西突厥 突厥帝国在随朝的时候就被分为了东突厥和西突厥 然后到了贞观年间李靖率兵消灭了东突厥 高宗时期苏定芳又拍死了西突厥 后来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突厥帝国又死灰复燃 历史上的称为后突厥 最后这个后突厥又被回湖所灭 而回湖的一支就是现在的维吾尔人的祖先 被罢了官的成之节没过多久 又被唐高宗李治重新委任为奇州刺史 他上任没多久就给高宗上书 希望能够允许他告老还乡 高宗觉得他年龄也大 于是呢就同意了成之节从此就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 但是他的儿子们却依然活跃在大唐政坛 成之节先后有两位夫人 第一位夫人姓孙 是一个县令的女儿 嫁给成之节的时候 成之节还并不是什么国公 地位呢跟后来是不能够相比的 这位孙夫人为成之节生了两个儿子 就是大儿子成楚墨 二儿子成楚亮 这位孙夫人呢可以说陪着成之节走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后来到了贞观年间 这时候的成之节已经贵为国公 孙夫人呢也算是跟着他享了几年福 只可惜呀没过多久 到了贞观二年这位孙夫人就病逝了 后来成之节续贤又娶了一位夫人 这位夫人呢是非常的有名 她的家世非常之好 她是出自于清河崔氏 大家都知道这是当时唐朝的五姓期望之一 名门中的名门 这位崔氏夫人呢嫁给成之节的时候年龄已经有三十多岁 所以呢正常来说她应该也是二婚 两人结婚以后呢关系非常好 成之节对她这位夫人呢也是非常的宠爱 这位夫人为成之节生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叫成楚婢 在这三个儿子里成楚墨作为嫡长子 最后是成系了卢国公的这个爵位 成楚亮就像剧中说的那样 她后来上太宗李世民的第十一女清河公主 于是她也就成了驸马都尉 清河公主名叫李靖 是唐太宗的庶出的女儿 她嫁给成楚亮的时候才仅仅十岁 下嫁给成楚亮以后夫妻二人的相处的非常融洽 这位清河公主也是短寿之人 她在四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在民间有个传说说成咬金最后活了一百二十岁 实际上呢没有这么长 但是呢她也确实是高寿之人 她的两位夫人接力也没有活过成之节一个人 即使第二任崔氏夫人活了六十七岁 在当时来说绝对算是高寿了 但是依然没有跑赢 这位具有超长待机时间 充五分钟能够使用五年的成之节成老爷子 成之节去世的时候是七十七岁 安葬成之节的时候呢 还出了一个插曲就是成之节到底应该和谁合葬 是她的结发妻子那位孙夫人 还是她的叙贤崔夫人 按理来说如果成之节没有特别嘱托的话 那么按照惯例孙夫人就是她的结发夫人 要与其合葬 可是呀 成之节偏偏是在临死的时候做了嘱托 要与那位崔夫人合葬 高宗皇帝也尊重了成之节的意见 就让成之节与崔夫人一起陪葬昭陵 不知道下葬的那一天她的大儿子成楚墨 二儿子成楚亮 心情是如何的 她们的母亲竟然没有按惯例与她们的父亲最终合葬 满足这个生同寝死同穴的愿望 至于成之节为什么非要与崔夫人一起合葬 或许是她与崔夫人的感情更加的好 又或许她还想继续抓住清和崔氏这根大藤 能够为她的子孙再争取一些助力 不管成之节的儿子们到后来是否真的从清和崔氏那里得到了什么帮助 成楚墨、成楚亮这两个儿子都可以说是一生的平安、一生的富贵 成楚亮去世的比较早 最后也是和她的夫人清和公主一起陪葬昭陵 成楚墨世袭了卢国公的爵位 最后也是得以善终 成之节的三个儿子中最出色的应该还是她的三儿子成楚毕 毕竟她也是清和崔氏的后人 最后她官至广平郡的开国公 如果拿成之节与她同时期的侯军籍相比的话 可以说不管是行军打仗还是上朝理政 侯军籍的能力都远远高于成之节 但是成之节这一生先后得到了两位皇帝的充分的信任 她自己也是一生富贵、一生平安 最后高寿无稽而终 而且蒙及死孙 而侯军籍呢 最后却因毛反落得满门抄斩 极有一子幸存 二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利家 也许我们能够总结出很多条的原因 但是归根到底可能就是一条 就像孔子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思无涯 意思就是说诗经三百首 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 思想纯正 为人处事就是要坦坦荡荡光明磊落 所谓树身不怕风摇动 树直何愁月影霞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